我为什么要用清华大叔这个名头 其实并不是为了华众取宠 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叔 看看我现在在哪 又好几年没有回到母校了 我这回的话 回到母校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但是由于这个防疫措施 我现在连校门我都进不了 可能很多人怀疑说 你这个清华大叔是不是假的 这个我是真的如假包换 不过这个真的也没办法 因为现在防疫措施这么严 谁都不能进 我的同学的话 也只能说开着车 带着我到别的地方去玩 就是进不了清华园 这回到北京来的话 有一些业务上的事 然后的话也会跟校友们探讨一下 如何推动低碳饮食 对中国人的健康 这个方面能不能做出一个显著的贡献 现在的话 我们是在清华科技园 这边两边的楼 这里边的话 富化了很多的这个高科技的企业 这些年来的话 我为了推广这个低碳饮食 其实一算投入也真的不少 随便一算都有200多万人民币 开餐馆 然后在新媒体 自媒体上面发布了这么多视频 团队的开支 然后现在也在开发一个手机应用 准备做一个低碳饮食的社区 更方便大家学习和交流低碳饮食 也可以放一些经过严格挑选符合标准 然后质量过关的产品跟服务放在这个平台上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 觉得的话一方面的话 其实商业性的机会并不是说我是为了一个利益的驱动 一定要做这件事 我觉得从整个国家民族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 为了促进全民的健康 就是我自己有病 我自己解决 但是呢 别人的病 我也想解决 这样的话 对整个国家民族 国际民生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做这个事 我为什么要用清华大叔这个名头 其实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 有一些朋友呢 会觉得我用清华大叔 用清华两个字 他们觉得不合适 但是我觉得呢 只要你的这个出发点是好的 你是论记不论心 能够让更多的人手艺 能够学到分享低碳饮食 对他们的健康有好处 很多人的话呢 都得到了一个空膛的实际的效果 我觉得的话呢 这个就是一个做的正确的 能够让我的良心心安的一件事情 所以的话呢 我借用了清华的名声 我也花了这么多钱 我也投入了这么多的精力 我觉得的话呢 都是值得的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帝是坤 君子以后德载物 我们在清华的话呢 虽然是一个功课生 我们清华有千千万万的 这种非常杰出的各方面的人才 我在清华 我就根本不算什么 是吧 我跟很多人的话呢 我觉得跟很多著名的校友相比 我连跟人提鞋都不配 但是呢 我们受到的训练 我们的这个形式的风格 还是有很多相视之处的 就是严谨 勤奋 求识 创新 一方面的话 我们有说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 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我们也是非常讲究这个 什么事情的话呢 一定要有科学性 要严谨 之所以就是从事低碳饮食的这个推广的话呢 我也是有热情跟科学的一个结合 这回到我们这个母校 也是希望的话呢 我们这个公科生 能够实现一个跨界的颠覆 因为毕竟的话 全民健康不是哪一个人的事情 也不是哪一个行业的事情 我觉得的话呢 大家都有义务来共同的推进 这个全民健康的这个伟大的事业 那么低碳饮食的话呢 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其实大家不要觉得 低碳饮食是什么奇怪的东西 因为我们的农耕文明的话呢 大概开始于一万年前 人类的历史的话 实际上有几百万年 对吧 两三百万年 在这一万年之前的话呢 都是过着狩猎 跟采集野果的生活 那个其实都是妥妥的低碳饮食 只是到最近的一万年 开始了农耕文明 我们才以这个碳水化合物 就是米啊面啊 这些东西为主食 当然的话呢 这个东西都是螺旋是上升的 我觉得人类的饮食也是一样 因为健康的问题 我们要回归到低碳 这个的话也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的话 大家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 来面对一个新生的事物 其实又是螺旋的 我们又回到一个低碳饮食的方式 获得更好的健康 这个不仅仅是我个人亲身的体验 它实际上也是有很多的 这个科学的 这个临床试验所证实的 在美国 在中国都已经证实过了 我们这个不仅仅是说 一时的冲动 我们也的的确确 是有非常坚实的这个科学基础的 低碳饮食呢 它实际上事关很多人的这个健康 因为不仅仅是针对糖尿病 我们在这个人为什么会生病 这一本书的结论中知道 低碳饮食呢 它其实几乎是所有慢性病的这个根源 那么它这个影响到的人 都是我们这个人口中的大多数了 绝对是好几亿人的事情 所以的话呢 低碳饮食绝对是一件 值得探讨跟推进的伟大事业 我在这里也呼吁 各行各业的有识之士 大家可以联合起来 一起来共同的探讨 跟发展低碳饮食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跟着青蛙大叔随心所欲 轻松空堂